人类尚未学习语言以前,用动作表达我们的感受。 当美妙的音乐响起,起源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,舞蹈也随之而生。 艺术总监潘玉珍相信,舞蹈带来的快乐是最真实的。 这种评价很良极,喜欢的非常喜欢,还有表现的非常直接, 可是不喜欢的话其实就是带个问号,然后看看你的时候,加油。 有一些老师他就说,把你们的定位想清楚。 重新思考我们创作的方向以后,我觉得一切都变得很简单很多。 有一两年我们真的陷在那里说,怎么样做,怎么样做,到底怎么做, 让大家没有声音,大家不会没有声音的。 这怎么做都还是会有不一样意见,所以这是我们两个的成长。 潘玉珍尝试打破现代舞与观众之间的隔阂, 期待观众能用轻松的心情进入剧场。 然而这份期望并不简单, 多少不同的声音曾经使他困惑而迷失了方向。 重新思考整顿后,唯有坚持创作的初衷,继续勇敢向前。 我们相信人人都可以自由快乐地跳舞。 你只要一具身体,你有手有脚,你就是可以动,你就是可以跳舞。 对,所以这就是爵士的一个特色在那里。 所以我们就是重新回归去整理我们自己的,从创团的初衷。 我们创团的重要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看演出, 他不要一进来就看不懂,然后吓死了,吓死不敢进来。 舞团一直以来带领着团员呈现各种多元的作品及表演形式。 团员间的情感如家人般亲密。 那这合作的中间,他们会有邀请一些编舞家进来合作。 那其实有一些会有趣,有一些会比较困难, 那有一些会比较需要抒发自己的情感的东西, 那每次挑战都是不一样的。 那相处,因为大家也像家庭,所以当然那个快乐是必然的, 因为就是一个轻松的环境这样子。 其中,2012年决斗更邀请国内重量级爵士舞名家共同参与, 成为台湾的爵士舞历史的传承与见证。 除了将观众带进剧场, 团长林志斌对舞蹈有更多的想法, 和不运用爵士舞亲和的特性, 让跳舞更有意义。 舞团试着集结政府和民间力量, 深入社区和校园, 实践舞蹈的更高价值, 帮助弱势族群。 我们再去发现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, 我们舞团在尝试这一块。 那像我们舞团有在帮新北市跟台北市的特教班免分上一会。 可是我就在想说, 如果我们舞蹈或者是运动可以帮助这些孩子的话, 让他的身体的活动能力更增加一点, 或者是帮他们梳节一些, 他们多余的经历也好。 多年的舞蹈生涯和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关怀, 林团长推出新的舞蹈制作, 以日韩中美四国特色融合台湾光怪陆离的媒体现象, 呈现出幽默独特的表演心态。 其实舞蹈它有更大的力量, 它应该是给更多人看见。 我们使用的方式会比较分析一点, 幽默一点,轻松一点。 所以我们这次切入会从中美日韩来, 各个这四个国家各选一个特色, 然后去做切入做发展, 进去思考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跟观念, 当我们是一个这么小的海岛国家, 我们如何去更珍惜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资源。 创团至今九年, 林团长从没有改变他的初衷, 跳舞是一件快乐的事, 尽管多年前曾经怀疑自己, 怀疑理想, 但是学生争起的笑容, 让他找回自己, 找到让自己不断坚持下去的理由。 其实我创团理念就只有一个而已, 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, 我希望跳舞是一件快乐的事情, 后来我再有一次上课, 我开始在外面教课, 我就教课的时候, 我就会用快快乐的, 学生很快快乐的, 跳舞本来不就是一件快快乐的事情, 我就从那些教学的过程, 看到那些孩子们的笑容, 我觉得跳舞应该可以再简单一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